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家庭也可能会结祖 那也就所谓的离婚 那也有单亲 再婚 继亲 还有其他的类型 比如说祖父母教养的家庭 假日父母的家庭 还有同性父母的家庭 那同时也介绍到这个保姆 还有外傭在家庭中所扮演的角色与影响 第五个部分呢 谈到的是家庭的未来还有愿景 为大家来介绍家庭政策 为大家来介绍家庭的正向力量 本课程的召集人周立伦老师说 我们多数人都生长在家庭 出生在家庭 成长在家庭 我们年老也在家庭 所以家庭是影响我们一个人 最初 最长 也最深的家庭环境 的生活环境 在这个生活环境里面呢 我们就会经历 生在家 生于家的学习成长 离开家的自立与发展 还有组成一个新家庭的创造 跟经营这样的一个过程 也就是所谓的生于家 离开家 跟自主家 这样的历程呢 经验了我们的一生 那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个历程中 循环不已 生生不息 每一个家庭的样貌 虽然都是那么的不同 但拥有各自的幸福 健康的家庭 当然是我们共同的目标 如何达到这个目标 我们必须要透过理论 跟研究还好好的了解家庭 经营家庭 我们也需要参与学习 来提升正向家庭的经营能力 我们需要来静定 友善家庭的政策 来提供家庭最大的支持 所以本书的内容涵盖这些部分 都能够帮助你 所以回过头来 你想要这个 经营你的家庭吗? 你想要经营你的婚姻? 让家庭幸福吗? 还是你想要学习 家庭教育来帮助别人 如果我们都能够 学完周文课 帮助你能够具备 所谓的温暖 关怀 安全 相聚 包容 接纳的特质 让我们的家庭 都拥有这些特质 欢迎各位同学 来选修我们的 104下的心智课程 欢迎与家人关系 谢谢你